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法甲第四輪繼續有好戲上演 魔納哥將會是主場迎戰朗司 這場賽事M直播會為大家送上演場直播 魔納哥在開季時狀態不錯,至今取得7分 位居聯賽前列位置 面對新賽季未上升職的朗司 魔納哥是主場贏球,應該沒有難度 魔納哥季前友誼賽,最後三場取得一和兩虎 以此成績進行備戰,以為新賽季都不敢碰 但魔納哥在前三輪聯賽取得兩勝一和不敗 這個開局狀態,可以說很多人都猜不到 他們最後三場友誼賽一共入三球 而在前三輪發甲,他們就能夠昆長攻入三球 期間進攻表現出色,莫過於有賓耶達和藍野托實 而賓耶達就在這些入球的數字裏包覽了四球 首輪就想以梅開二度 而藍野托實勒亦入三球,交出兩次助攻 成為參與入球最多的球員 兩人金像勢必會成為朗司後防線的心腹大患 另外,魔納哥上季曾遭遇朗司聯賽雙殺 而朗司今季狀態又麻麻 所以說魔納哥應該有希望可以報上季的一戰之手 陣裏球員戰意十足 所以金像不妨看好魔納哥可以全取三分 陣容方面,前鋒安波路是雙拳 至於另一邊,打完三輪發甲,朗司取得一黃兩虎 目前以一分排在積分榜靠後的位置 期間一共失七球成為聯賽 防守並列最差的球隊 換言之朗司新賽季成績欠佳主要是因為他們有防守問題 想重返勝軌就要重視防守方面的情況 再加上,朗司今季前兩次作客都是輸球 雖然能夠入球 但比賽中公門次數不及對手那麼多 單場最多是中四次籠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球隊作客戰鬥能力比較低 就算他們之前近三個賽季作客摩納哥都能贏球 但現在他們要面對今季發甲攻擊力最強的摩納哥 挑戰性可以說是很大 金像朗司都是空多吉少 陣容方面中場艾拿奧爾被罰停賽 中場卡布特是因傷決陣 登山 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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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塵 在封面 不想 封面